世界外生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13号0点40分 全球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较前一日增加超56万例 达56万6186例 全球确诊病例超8970万例 达8970万7115例 全球报告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194万 达1940352例 较前一日增加9371例 说葡萄牙总统府发表声明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属于无症状感染者正在总统府隔离 说意大利米兰大学牵头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 从该国一名年轻女性皮肤病患者 在2019年11月10号的火简样本当中 发现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 这一结果将意大利零号病人出现时间 再次提前到2019年11月 说据马来西亚卫生部1月12号发布的疫情数据 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3309例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增新高 累计确诊141533例 累计死亡559例 说美国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的几只大猩猩的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这被认为可能是美国甚至全世界首例 已知的此类灵长类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 说英国首相约翰逊周日在距离唐宁街7公里以外的奥林匹克公园 骑自行车引发舆论质疑 他在英国封锁期间违反防疫规定 但英国卫生部门表示 约翰逊的行为是合规的 说当地时间12号 印尼海军发现了三佛旗航空公司失事飞机的黑匣子 目前黑匣子被直接带到雅加达单荣部路码头 说由于近日的极端天气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内的路面积雪 让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居民行动陷入不便 同时多家商店继续停止营业 对市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